他希望擴大政務任用的範圍 政務任用範圍就是說 我希望多派一些我自己的大使 我甚至多派一些我自己的副代表 我陳水扁在任的8年之內 外交部當時民進黨 還提了一個提案 認為大家會認為荒謬不開 他說副司長要改成政務的 也就是說這些 為什麼要擴大政務值 其實合理的解釋就是 他希望在政府的文官體系裡面 多擺一些自己的人 擴大政務官的人數 反過來說是不是就是因為 不信任國家的文官 如果你信任國家文官 你為什麼一直要擴大政務官的任用 第二個民進黨說實話 在外交上的人才 確實是非常非常的少 屈指可數 所以只要掌握了政權 掌握了外交部 就希望用外交部的資源 外交部的資源就是國家的資源 用外交部的資源來培養自己的私人 因為譬如說吳釗燮部長 他已經用很多破格提拔的方式 施恩於我們一些職業文官 可是沒有辦法收買職業文官的 我們職業文官是很難收買的 我們效忠的是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效忠是中華民國 我們尊奉的是法令 法令是高於命令的 所以這些我們觀念非常清楚 不管你吳釗燮也好 任另外一個民進黨的外交部長 你想要這種方式來收買人心 收編人馬打不到目的 所以我們這位口一哥 完全沒有外交官之力 就可以這樣破格提拔 我覺得已經到了 圖窮己見 已經耍不出別的花樣 我就硬生生用我國家的資源 來培養我未來民進黨的外交人才 這個是七七 我認為七七不可做的 外交官 外交人員 他是國家的文官 他效忠的是國家文官 這一點只要通過特考的 在外交部受過體 受過訓練 我們都知道 我們效忠的國家 你不可能讓我改變 我去效忠一個政黨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家 很高度的攻勢 就是文官是效忠於國家 不是效忠於某一個政黨 不管這個政黨是國民黨 還是民進黨 就是效忠於國家 蔡大使 你的分析是很好 可是你帶有指控 你說民進黨透過這種收買 外交的體系的文官 是要圖民進黨 有什麼好處嗎 我們民進黨自己有國際事務部 民進黨榮獲在國際外交的人才 沒有像國民黨 國民黨長期執政 沒他那麼多 他是民進黨一步一步的做 我請問介大使 民進黨到現在為止 包括陳水扁執政的八年 包括小英總統執政的兩年半 可曾用外交部什麼樣的人力 資源來對 來圖民進黨自己外交的利益 有嗎 你要具體講 不然你剛才的分析變成是一種指控 因為沒有成功 我講的話都是事實 當時外交部曾經 民進黨曾經提一個建議 說要將外交部的副主管 改為政治任命 變成政務官 這一次小英政府上台以後 又提出來一點 希望派政務副代表 你想想看一個駐外的一個大使館 有大使 有公使 有代表 副代表 代表是常任官 副代表改成政務官 這是世界級的大笑話 所以每次做這種建議的時候 所謂的副司處長 由政務改為政務 副代表改為政務 都最後都被打消 像這一次我們口一哥的事情 引起軒然大波 因為他不合體制 這些做法 這個又成功的話 我說這個就是一個 破壞國家文官體制 不信任外交部 常任職業文官 去擔任這個位置 要派一個自己的私人 這不就是一個例子嗎 如果說當時 陳水扁政府的時候 把我們的司處長的副主管 改為文官 改為政治任命 這不是又是一個例子嗎 只是沒有成功而已 因為做得太離譜了 副代表 唯一真的改得成功 真的去把這個駐外的人員的 派用規則去修改 是101年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那個所謂的通則 讓這一次 讓大家爭議的口一哥 可以去在法律上 還講得通政治組的組長 就是這個通則的修訂 這個通則是 你們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你開始的時候 不好意思 指出來 你開始講錯了 口一哥他不是政治任命 他去做政治組長 不是政治任命 他現在是用一等之翼 一等之翼在我們體驗裡面 他是約聘人員 我的意思是說政治組的組長 可以得為這樣通則 說明類似政務 是你們那個通則的修訂 我必須講一下 剛剛其實介大使已經提到了 有市政在 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的確把很多的這個 原來是施務官等級 他擴大他的政務任命的範圍 這個之前大家就討論過了 民進黨修法 他連中央的三級機關 他都可以用政務的任用 連外交 外交這邊 他還是擴大政務任用 包括大使 包括公使 包括副常任代表 他的原額統統增加 為什麼 我要用自己人 如果民進黨不是私心自用 按照王議員的說法 我們國家培養出來的文官體系 應該就為國家所用 大家都來用 為什麼民進黨一上任之後 很多的職務 他都必須改為政務任用 一定要用自己的人 用自己的人才安心 誰才在私心自用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贊成王世堅議員 他一開始的主張 就是說文官體制 要給予一定的尊重 你不要因人廢事 你不要因為一個口義歌 破壞了整個文官體制的 這個整個制度 還有破壞 第一線外交人員的士氣 還有浪費這麼多 整個我們台灣的社會資源跟成本 來討論這件事情 請問王世堅議員 為什麼這個道理 大家都看得明白的 你們的高層看不懂 吳釗憲部長不懂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也不要把事情鐵得一乾二淨 大家都知道 兩岸跟外交事務 這是總統的職權範圍 從部長的主任 一下子跳到一個駐美的副代表 這可能大家不能接受 所以他才退而求其次 想到了一個 好 那就這樣子 用知意 知意我再換一個名稱 叫政治組組長 這個就有點是一變再變 在規避我們現行的法規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用知意的名義駐外的 有包括駐泰國的林子洋 還有一個是駐日本的 其實也都是用知意 他們到了外面 他還是擔任大使的 他的機要 他沒有改變 他是這個身分 但是到口義哥的時候變形了 就是用知意的名稱 但是又要升成為 是一個政治組的組長 這只有民進黨才做得出來的事情 這個等於是一再的改造 為了他非常的量身訂做 你說為什麼國民黨 社會要做這樣的預測說 如果今天口義哥 不是負著特定的政治任命 政治使命去美國的話 為什麼要為了他 這麼的大費周章 一定有特殊目的 要不然王英文給大家一個解釋 為什麼為了口義哥 要浪費這麼多的社會成本 不惜破壞文官體制 也要非做不可 如果不是要達到特殊的目的 一般人我們想不出來 他有什麼很顯赫的背景嗎 非得要今天總統跟外交部部長 極力的袒護他袒護成這樣子 一定是有特殊目的 要不然給個理由 給不出來 然後今天吳釗憲指揮對外講說 一切都是合法 請問合哪邊的法 你剛剛一直指控說 國民黨過去破壞體制 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過去國民黨有這樣子31歲 然後只擔任過部長的主任 然後一下子要升為政治組組長 的人事任命案有沒有 拿一件出來聽聽看 如果過去有 國民黨應該要道歉 如果沒有 民進黨為什麼要創下 這樣的一個惡例 為個人創下這樣的惡例 不惜毀壞我們的文官體制 民進黨真的要給一個交代 我這邊真的要奉勸 蔡英文總統讓我講完 我真的要奉勸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大敗之後 他其實告訴大家說 他要站在第一線 他要接地氣 蘇貞昌上任也說 他要了解民意 你們要不要去聽聽看 現在台灣民間的民意是什麼 這一點我肯定王議員 你現在是站在民意這一邊 但是民進黨不站在你這一邊 你的處境真的 真的是滿幸運的 有32歲的馬英九 沒有文官的任何任用的資格 沒有經過國家考試 去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 他起了黑官的頭 他是黑官的始祖 黑官的大師兄 然後馬英九還第一個跳出來罵 為什麼民進黨基層 綠色支持者對這件事情 一直覺得憤恨不平的原因就是 帶頭罵的這個人 包括馬英九 包括羅志祥 他們過去怎麼樣被任用出來的 結果竟然帶頭來罵 他們破壞體制在先 不過我也認為極倍 國民黨那麼多破壞體制的 我認為我們民進黨 不要重蹈覆轍 現在是什麼年代了 現在民進黨 拿一個30年前的事情來比 這30年台灣的民主都擺走了 都沒有進步 所以這個時候你用這種比法 真的是沒有辦法比 對不起 幫他講玩笑 剛才你講說駐美政治組組長 大家可能覺得那是一個組長 我過去在外交委會待了很多年 政治組組長駐美代表處 絕對不是一般的政治組組長 我隨便舉幾個 你說國民黨時代 國民黨當時做過政治組組長的 像張大同 像薛美瑜 他們都是在外交部 歷練過多久了 各位可能不知道 薛美瑜去接之前 他是做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長 包含文吉 他都是在外交部北美司 有一定的資歷了 只要做過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 外放出去都可以當大使 薛美瑜離開了當時的駐美政治組組長的時候 他是去歐洲當駐外代表的 所以今天大家不要以為說 這個位置可能只是一個代表處的 政治組組長 對不起 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 是天下第一政治組組長 而且他的位階 跟他未來要外放的工作 跟一般的政治組組長完全不一樣 怎麽 唉 By It ия 祝